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清流的小夕 为了幻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流浪 好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 我们现在你看这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对不对 你好 你好 你来的最早 你看哈 这是一种树 这个树叫加刷植 那我现在是在这个加刷 那是呢 international 不是international national park 就是国家公园 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我们在这租了一个小房 我们要在这里有一个婚礼 我们有一个 这个 你看这是加刷植啊 这就是约树亚树 其实我们南加州很特别的一种树 这个树呢就是它特别的顽强 不管怎么干旱 你看它底下基本都是非常干旱的啊 当然它都是这个 活得很好 另外它也可以防护自己 它有很多的刺 一般的动物啃不了它 这个像一般的野猪啊 什么的都不能啃它 所以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加刷植啊 加刷植 看 它是这样的 叶子是这样子的啊 是吧 这是 加刷植National Park的黄昏 大家看看这个黄昏 你看这是 黄昏有很多这样的度假屋 看这个度假屋 看就像外星 外太空来的是吧 这就是著名的加刷 National Park 美不美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 但有的人觉得很美 有的人觉得很荒凉 我不知道为什么新郎新娘 选择这个地方把我也带了 我要给他们证婚啊 这个这个 所以明天这个在这里边 会出现一个小的人造的花园 呵呵呵 所以 大家看这是我们住的小房子 也是这种 这个太空屋一样的房子 这很特别的这个房子啊 特别是吧 好的 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就 跟大家有点有点这个直播 我把这个镜头放上啊 放上我把它调过来 看看我 黄昏的时候 看从哪儿调过来啊 从这儿好像从这儿 看见完没有 哎 哎 大家觉得这风景怎么样 我们听着奇遇的歌 这是橄榄树 其实不是橄榄树 其实不是橄榄树 这是这个 佳耍翠 听得见吧 好 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佳耍翠啊 这是我们南加州 特别的一种树种 这个树种呢 我把它关上了啊 大家听得好听吧 小树啊 微流山见青柳的小树 微流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流浪 好 不能再放了 sorry 我想起了 我再放就失去到版权问题了 那现在我们教会的崇拜也是 我们一放赞美之权的歌 或者是泥土音乐的歌 这个就立刻失去到版权 那我们就会被黄标 会被警告 可能我刚才放那段 已经是失去到版权了 那这个版权是谁的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我挺喜欢的 这个演唱者叫祁玉 好像是齐琴的姐姐还是妹妹 反正是她sister 这个祁玉 我今天来到这个加耍 这个national park 我也是感触蛮深的 大家看就这么一个 你看我身后就这么一棵树 这叫加耍tree 2000年 我女儿张小雪 12岁来到美国 那我跟师母呢 就带着她和我们的儿子 Aaron 我们就来到这个加耍 这个national park 我们和几个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朋友 我们就在这里边就搭帐篷 那么就跟孩子们度过了非常美好的几天 就在这里边 现在想起来这个就像昨天一样啊 这个时间真快啊 你看现在这个是加耍park的黄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线都是一个黄昏的光线 那么这个里边的清晨和黄昏呢就有特别的一种美 这种美是一种苍凉的美 也是一种人性回归自然的美 那么你看我现在前面我看到一大群兔子 好像这个哇 这个兔子多的不得了 满山都是兔子 这里边也就是产兔子野猪 还有狼 还有那个狼 那个小狼 凯犹地 有凯犹地很多 晚上都是狼 也有野猪 好像熊 好像不多 偶尔也能见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地方 这个方圆有多大呢 好像有 有好几个罗德岛那么大 这个非常大 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是不允许开发的 这个加耍翠你看着它就是就这样的干干巴巴不怎么样 但是呢这是美国保护的一个职务 只要这个地里边有加耍翠你就不能砍 你不能砍 如果你买这个地都是加耍翠你就不能种地 你就得来养这个加耍翠 它也不需要多少水分 它到冬天的时候呢 它的下雨 加州会下雨这个水呢就就进入它的树干 所以它的树干里边呢就隐藏着很多的水 所以它的树干呢是如果它树干要全干透了 它就死了 它的树干是还是蛮重的啊 它里边有水分 所以这一整个的南加州一下天是不下雨的 虽然不下雨 但是它那个叶呢还是绿的 你看它的叶是绿的 它生命力特别顽强啊 如果你在沙漠上迷路了的人 你行走 你看到这个加耍翠你看到咸人掌 那么你可能就有 有这种盼望了 你就觉得离水不远了 而且这个咸人掌呢 这加耍翠是不行的 你不能吃它 它挤不出水来 但是那咸人掌呢 如果你把它割下来 会挤出水来 你可以 如果你生命真的摧微的时候 渴得不行了 那个咸人掌不仅能喝还能吃 我们来到南加州发现墨西哥人呢 他们会炒那个咸人掌吃 有的把它做凉菜 挺爽口的 还蛮好吃的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 从这个加耍处想的 大家知道圣经有一个人物 叫约书亚 对不对 这个约书亚呢 就是加耍 其实这加耍也是耶稣基督的名字 耶稣基督也叫加耍 这个在希腊文中 叫西伯来文中 叫约书亚 约书亚 也是约书亚的意思 那我今天我带了这么一个 这不是这个参加会的名牌 这是这个防病毒的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房子 我们就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清理病毒 这个把这个酒精啊 全部所有的东西都喷一遍 我今天做这个 这个我都喷了一遍 然后我自己喝水 我自己带的水杯 我自己带的毛巾 这个什么都要自己带 这个 因为这个度假屋啊 它前 这个周末就有人用 所以我们也 这个用的时候特别小心啊 好的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 今天在这个加耍处想到了 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 非常快乐的 大家也知道 我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的父亲 我的女儿 两岁多 我就逃亡了 她十八个月吧 我逃亡的时候她十八个月 就这个有两年没有见到她 再见到她 她已经四岁了 四岁 我在逃亡的过程中 见过 偷偷见她一次 我在我的书中也写了一点 那么这个 当然有的也不能写多 因为很多朋友在帮忙 也怕暴露她们 然后呢 这个 八九 我迷运 妻离子散 我就四处逃亡 想起来有点像这个家耍处 特别顽强 对于这个世界需要的也不多 这个有一点就够 逃了两年 在苏联坐牢 又逃回到中国 偷偷的临跑 逃出中国之前 见了一次女儿 女儿已经会说话了 我这个 我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 回家看过她一次 她还不会讲话 这个后来 这个到了这个 逃亡的时候 她已经会说话了 后来就一直希望她来美国 我也办了她好多年 办了大概有差不多 有六七年吧 我就申请 那个时候 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 去中国 也曾经 这个白宫 他们来承办这件事 也跟我打过电话 问要不要把 我女儿张小雪的这个名单 放在总统的 这个跟中国政府谈判的条件中 这个名单 那我那时候信主啊 就信的就特别的认真 我就祷告 我就觉得上帝会成就 不需要克林顿 我觉得上帝 他有他的时间 那我就把一个孩子 放在两个国家 来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感觉不是那么特别好 其实我有些想法 也是挺奇怪的啊 其实这也没什么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这帮朋友的 太太孩子 不都是这么 这个被克林顿 给要出来的吗 当然克林顿还做了一些事 不能说克林顿一点没有做啊 比这个老不实做的还多一点 那么 但是我没有把那名单放里 可是这就 就很麻烦 就拿不到护照 我这女儿就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 就等了 这个 这个八年 他八年 我到了美国 已经是差不多八年了 他才拿到护照 我今天还感谢这个太原市公安局的那位退休的局长 那么他要退休之前 这个通知这个我女儿的妈妈 说如果你愿意来拿护照 你可以 现在就拿 那我女儿拿的护照 第二天我就给他买了机票 就怕夜长梦多呀 这个赶紧走 这个 所以你看啊 这个我们这个 参与民主 政治运动的这些人付出的代价很大 我们的孩子都会成为政府的筹码 那现在不也如此吧 很多的朋友的孩子 这个坐牢 孩子在外边上游 我今天我也想到王淑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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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王淑雅 王家耍 这个 这个家耍王就是王仪牧师的儿子嘛 也一样的王一牧师在监狱里边 那么他呢 这个 也不能够完全的自由 他上学警察跟着 这个从小就没有朋友 因为你天天好几个警察跟着你 谁敢跟你交朋友啊 所以我们这个注定 追求自由民主的人 或者那些 这个为了信仰 坐牢的人 他们的孩子 跟别人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人生会不一样的 嗯 今天在这里感慨很多啊 这个想到我的两个孩子啊 想到跟他们在这个家耍吹 那是二十九 啊 二十年前 整整二十年 二零零零年 哇 一晃二十年了 这个 那个时候 他们 他们两个特别好玩 在这 下那个 下那个 象棋 我们在沙漠上 这个玩 然后我们还 除了带他们家 所以我们带他 到了大峡谷 一会儿孩子们都大了 我的女儿已经 做了理疗医师 在美国的医院里边 在DC 在华盛顿 儿子在 刚刚结束 在江浩普金斯 约翰霍普金斯的学习 他又转到了 马里兰大学 去读他的一个 大数据学位 所以那这个 这个孩子也都大了 想起来这个 我们也老了 现在开始我们 已经开始数算 我们的日子了 这个 这个 也不一样 所以讲到 这个孩子们的成长 我觉得我们 真的是 这个追求自由 民主的人 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 愧对我们的儿女 非常愧对他们 有的时候 想他们不多 我们只想我们 怎么样 为了中国 民主 自由 为了中国人 都过上好日子 当然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儿女 能过上好日子 跟我们不一样的日子 起码他们能够 在一个言论自由 一个 有尊严的 这个社会里边生活 那希望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这个 这个 我们是这样 希望了 这一个喜鹊来了 落在家属上 去什么 我这个 别倒了 他这个风有点吹 我动一下 有点小风 不大 小风不大 所以 今天这个黄昏的 就跟大家聊一聊 那么这个 想到这个帽子在了 带个小帽子 刚才我洗个头 外边有点风 我就带了个小帽 想到孩子们也都 大了 想到他们来到美国 我也忙于宣教 这个忙于服事 好像不经意的 他们就大了 就上大学了 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 今天想到都非常的亏欠他们 反正他们也不看我节目 他也看我节目 我今天说 他们可能会感动一点 我很少跟他们说 亏欠他们 我还记得 我女儿刚来美国 有一点的 这个反叛 正好你想 十二岁 过了一年 就十三岁 然后呢 英文要从头学起 我们 那时候我就在南加州 我在南加州住了好多年 这个 非常喜欢这个城市 洛杉矶 我神院在这读的 我读的 当时我们叫台福 现在改名叫正道神院 我在这读的 那我结婚也是在这个 南加州接的 在罗省基督教会 我还记得是李敦牧师 给我证婚 其实李敦牧师年纪 比我还年轻 那么 我们服侍的教会 叫罗省基督教会 我都是服侍了好多年 那么 这个 所以南加州有很多 我很难忘的 东西在这里边 但是现在看到这种 大火在燃烧 这个 这些这个 暴力的事件 这个袭击警察 看着心里特别难过 这个我们 二十年前南加州 不是这样 现在这个真的 事风日下 加州越来越远离上帝 越来越需要上帝的 这个怜悯和救赎 所以我二十多年前 在南加州的时候 女儿也刚来 那时候特别喜欢 这个地方 我记得 女儿来了以后 到了13岁呢 就 有点反叛 不过他那时候 他很努力 因为他13岁 12岁他来美国 又从零开始 学英文 然后没有朋友 就 我是一个爹呢 还有忙 爹妈都忙 这个 师母也比较忙 另外他两个 又不是亲生的 所以他们需要 一段时间的磨合 跟弟弟关系很好 跟Aaron他们很好 他们在一起 说要玩 这个非常好 我记得 有一天 这个女儿就不见了 失踪了 晚上到了 十点多 还没有回来 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告诉我们 去哪里 那我跟师母 我们俩就非常的着急 那一个什么动物 那么大 好像是鹿 跑过来了 然后呢 这个师母也很着急 我们两个就 打电话 找他同学们 就 我们知道的同学的电话 都打遍了 也没有找到他 那么这个 后来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报警了 报警了 警察也来 来帮助找 后来我们还是在 大概 十二点多 快一点了 我们找到他 在 一个朋友家 同学家开party 看电影 那我去接他了 接他了以后 我就 那天我特别不高兴 我就说 你这个来美国 也一年多了 你应该了解 这个美国的规矩嘛 对吧 你如果 你说 你不回来 你应该 打一个电话 告诉家里 说我今天回来晚一点 我几点回来 或者我不回来 你打个电话 都可以的 都OK 那这个 我没有问题 但是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呢 他就讲 我忘了 我把电话忘了 那怎么可能 13岁的孩子家里电话号码怎么会忘 这个 那我就知道有情绪 我就说 那你觉得 你觉得哪不对 对吧 你可以跟我说 他在车上我一边开车 因为那家住在山里 在那个康锤 那个康锤 大家可能住南家 就知道康锤是一个大的 这个富豪们住的一个大院子 那个山顶上 那个路趋着拐弯的往下往山下开 我一边往山下开 我也不跟他说 那我就说你 为什么 他就说 我觉得你对不起我 我当时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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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愣住了 我说怎么了 你告诉我 他说 我从小就 没见过你 然后现在呢 这个来了美国 让我关交爸爸 这个 讲了很多 我觉得那天他特别好 讲了很多 我听了 我也 我也第一次听他这么讲话 我觉得 小孩不大 里边想法不少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说我不爱你 第一个 我觉得 我承认我爱他不够 因为我有十几年 跟你不能在一起 我有两年逃亡 有八年在美国 有八年在美国的流亡 所以你的爸爸 过的生活 跟其他正常人不太一样 当然离婚了 你的妈妈呢 这个 这个 没有带他 他的妈妈没有带他 他妈妈跟我离婚了 把这孩子交给了奶奶 奶奶是很爱他 爷爷奶奶非常疼爱他 他在我们张家长大 但是呢 这个毕竟奶奶年龄大了 这个跟孩子沟通有代沟嘛 所以我们教育这下一代很难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觉得你快乐吗 他说我不快乐 我一点都不快乐 我说你 那你希望快乐呢 他说我当然希望快乐 我说你希望快乐 你就得感恩 你得忘记很多的东西 然后你必须学习感恩 我说你也信主了 那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的这个我们要凡是闲 他说我不可能的 这个对我过去的这段生活怎么可以凡是闲呢 不可能的 我说啊 我说你看哈 你爸爸妈妈分手了 因为六四这件事离婚了 你有好多年在你奶奶家 这个很不幸 你这个童年很不幸 但是这弥补不了 没有办法了 我们也希望弥补 可是这就过去了 这日子就是过去了 我说你应该怎么敢呢 你应该想哈 你爸爸的很多的朋友 就他们的孩子啊 他们也有孩子跟你一样大 他们的爸被打死在天门广场 被打死在长安街了 他们没有爸了 还有的呢 虽然没有死 还在监狱里关着呢 他们也没有爸了 你虽然呢 你爸妈不在一起了 但你爸妈都活着 都爱你 你要跟那些孩子比 你是幸运的 我说人啊 你得想你有的 你就能够快乐 你要想你有的 你就会感恩 你要跟这个世界上很多孩子比 我觉得你是幸福的 你看 你虽然从小 两岁吧 你爸爸跑了 但是你妈妈也很爱你 你爸爸也很爱你 那么你妈妈虽然很无奈 分手了啊 这个 你跟奶奶长大 你奶奶也很爱你 那我们张家是个大家族 我有兄弟姐妹七个 大家都爱他 都生过自己的孩子 那我的大哥 我的二哥 大嫂二嫂 三哥三嫂 大姐姐夫 妹妹妹夫 爱张小雪 真的都生过自己的孩子 那爷爷奶奶 恐怕他受一点点委屈 那他如果有一点委屈 他哭了 全家人那顿饭都吃不好 我说你应该敢 你有这样一个爱你的家庭 这个给你放在最好的学校 念书 我觉得那天我们两个 我们也俩吧 从来他来了美国忙学英文 我忙着服事 但是我神讯院钢毙也不多久 我也忙着服事 很少跟他有那么多的谈话 那天我们俩就坐在车里 就不回家了 就一直谈一直谈 谈了很久 我觉得那一天呢 我也有些话也都说了 他有些话也就说了 所以我们就从此好多了 我觉得他也从此开始变得快乐起来 快乐起来 我陪他打球啊 带他去看朋友啊 他们要玩这个迪斯尼啊 带他们去啊 他们要玩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Legal Land 带他去啊 要玩很多的附近的这个 这个叫Jashua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 我们都带他来过 带过大峡谷啊 我记得大峡谷 我们还这个还租 准备租驴给他们骑 后来他也不敢骑 这个所以孩子们很快就长大了 现在我的女儿 他也读了心理学 他也读了医学 那么他这个也 他经常会能够帮助别人的啊 因为他有过这样跟别人不一样的 一段的这个经历 从小的时候 哎呀 想到他们 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 参加这种 参与这个 天安门运动也好 参与所有的 反中国政府的 这样的运动也好 我们可能有的没想那么多 就耳末里要付出多大代价 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 所以我今天想到这个许章润教授 耿潇南 女士 我想到这个 还有国内的王仪牧师 我想这一个一个都 深眩淋雨的这些 朋友 我觉得他们都不简单 耿潇南 在自由亚洲电台接受访问 说我是穷人得人 我又能怎么样呢 我又不能跑 我跑哪去呢 真的跑哪去呢 这个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往哪里跑呢 除非共产党有一天 他真的倒了 中国真的实现民主化了 所以中国才能真的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度 所以这个党 我过去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 从胡耀邦到赵紫阳 我希望他能够改革 能够改变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越改越坏 就是在骨子里的东西 没有办法的 是灭绝人性的 所以我这是盼望 你看今天我们在美国 虽然这是个大荒原 但是非常祥和 他们都是新郎新娘 穿好衣服 摄影师带他们照相去了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照的 这都是家耍脆 大警长 有一大帮兔子 然后照相去了 我就一个人 我说我不去了我今天我要在这跟大家聊聊天做的节目 所以明天会有个婚礼在这里边 那我来主持 然后呢主持婚礼 这个在这个大荒原里面穿上这个牧师袍 主持婚礼也蛮有意思的啊 这个比喻风格 明天我会跟大家再聊一聊 这个我可以采访新郎新娘跟大家聊聊这个 这个新娘呢是我们教会的 原来是我们新加坡 丰盛华基督教会的执事 彭希玲姐妹 那后来前些年他就移民到美国 到美国 他还是找到我们丰盛华基督教会 在我们纽约分堂 那后来他又搬到了纽德西 就认识了 这位现在的这个新郎 这个非常好 这个他们很有勇气 他们不仅结婚 他们还从扭着西飞到了这个南加州 找了这么一个大荒原来结婚 他们说这个风景很美 你们看看 来我带你们看看这夕阳 现在夕阳要西夏了 我带你们看看夕阳 看看怎么样 这夕阳好不好 看 我带你们看看啊 这个我拿着这个算解架 你看这个现在夕阳要落山了 对吧 这是家耍吹 然后这是我们租的这个度假屋 你看这个度假屋挺特别的是吧 我转过来一下 或者是可以再给你们转过来一下 拿下来拿下来走走给你们看看啊 你看他可以烤肉 然后呢他晚上呢可以大家坐在阳台上 这个阳台上可以喝酒 这个你看这外边瞅着挺荒凉的 这屋里不错的 屋里 你看我没开灯 不用开灯了 所以看着都很漂亮的 这度假屋 然后呢他这还有个 这个这个你看楼梯很特别的是吧 你看很好看啊 这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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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厨房的厨房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饭 这个可以自己做饭 也可以在外包这儿 这是这么多鲜花 这是明天给新娘准备的鲜花 这个他们要搭一个 在荒原上搭一个花的拱门 这房子很特别是吧 大家看着啊 这一个古老的唱机 这可以有音乐响起 是古老的唱机 看这是那种 哎 这还不太会用呢 所以现在现在是可以用的 这 Brus盛 这个是变得比赛的 还可以用那些 这个画面上映了 这个是看起来的 好 还有吉他 装饰的还挺漂亮的 你看里边是这样的 看这房子都特别 你看就在荒原里边 这是荒原 好了 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了 再看一眼日落 给你们看一下 太阳马上就落山了 看看 太阳已经落到这了 再拉近一点 好看吗 好看漂亮 这就是家耍公园 你看就这样子 然后这些植物 都是热带的植物 你看这个都是这样子的 热带的植物 这是家耍萃 你们如果喜欢 以后等到疫情结束了 可以来这里度假 往这边看 还能看得挺远的 你看这个外边 这个后边还能看得挺远的 有景深 这就又是压萃 太阳已经落上 哇好红啊 你看这个远处在着火 远处的还有那个雾霾 就是着火的雾霾 加州这个最近好多人在放火 已经抓了四个这个放火 这都是反社会 反社会的人 所以大家你可以看这个太阳 已经 哎呦哇 今天太阳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到太阳没有 看这太阳像个红色的 看 我再大一点 哇 这个太阳红的就跟火一样 旁边是那个这个 加州的大火飘过来的雾霾 今天我们在加州吹吹吹 空气质量也不好 也不合格的 其实 好的 感谢谁 那我的推特呢 大家说我的推特 那我的推特改名字了 我的推特 这个原来 我就注册推特 给了个乱七八糟名 不知道什么东西 后来夏业良教授说 你这名字什么呀 不知道你是谁 后来也很少 上网的推特大家 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改了 我们再改了 这个叫张伯利 198964 我发现汉语拼 张伯利 我发现好多的 就都给我注册上去了 后来我就 张伯利8964有人 张伯利64有人 张伯利89有人 后来我就改了个 张伯利198964就没人了 所以我注册上 大家 没事可以到我的推特上 大家聊聊天 好的 愿上帝祝福大家 那今天的张伯利谈天说 就到这里 我们第一次在 野外跟大家 这个 来直播 所以这个 可能 以后会 经验会丰富一点 愿上帝祝福大家 晚安 再用 哎 哎 哎 魚 sevent Анд Х 咱 咱 咱